早上好啊 必须干伞卡 早上也必须得整凉娃的冰伞 这样才能保持脑光清醒 看清这个世界 把头发剪一些 我先留个长的 我留到这儿 我来整个 你们早上说我头发再长点的话 就可以陪大家去看流行语了 你等我把这张摇滚专辑发完的行吗 你不要长完我音乐路上半小时 我这头发要不剪的话 以后我先说完行不行 你别跟我抢卖 我这发行要是再不打理一下 以后台风啥的风格就变了 我今天去这个地方 是我第一次去 就是日本的快捡 廉价快捡 它就是1000日元 现在我要去那个是1200日元 而日语叫千元减 中文叫千元减 到了 提前跟你们说 今天这个绝对不是恰饭 就是减头发真是我一个烦恼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 特别有名的日本网红 他去拍了一个千元理发 QB House的体验视频 我觉得很赞 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所以我决定去试一下 现在这个头发长了之后 我就没打法拉 给他录上去吗 很多人怀疑我 是不是这小子 前两天那个牛郎那个新闻 这小子是不是 自己说完以后走心了 要把头发养长了 去做牛郎 我一直觉得 我出卖才华就可以 我从来没有想过 用颜值和健康去换钱 长得好看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那不是在人生路上 操劲道了吗 留这么长那种 就留霸辣脸 完了全给他瓢黄了 来了姐 今天怎么长 别扫糖 大粒的 来点 我剪 好像潜力这一块 好像也有 这儿呢 Fillie House 它这个灯就是在 告诉你 现在人排的差不多 没打法拉 但是我感觉剪得挺好 挺精神的 我觉得 上完法拉就这个效果 是不是 大概就是这么个型 法拉造型 是我回了自己抓的 先说结论 非常满意 远超1200日元的期待值 60块钱人民币 这是日本东京 平均理发单价的 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价格 这家叫QB House的 十分钟快捡 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九几年就有了 我估计现在全世界 包括国内应该也有 这种快捡服务 只是我可能不知道 有名的品牌叫啥 这次整个体验下来 一点都不浓 而且我一会儿给你们讲一下 他这个商业模式 还挺赚钱 他完全可以是我 2023年发现的 第一个年度大宝藏 相见恨晚 只有感动 一滚乱流 关键这次场 你们嫂子评价也非常高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 我没告诉他 我上哪捡 回来之后 他觉得还捡挺好 以为有家父亲 5000块钱捡的 我本来这期 要是不做上视频的话 我可以一直说是5000日元 然后在中间 赚这个理发经费的差价 积少成多 我是不就能干大事 但是就是想到 万一翻车之后的后果 以及我个人 在家庭内的征信问题 我放弃了 说正经的 日本这个理发 这十多年 给我造成挺大压力和困惑 跟国内差的太多 不习惯 一直我就想吐槽 如果跟我有一样的人 一定会有功名 首先我这个人 现在对我这个发型 要求极底 干净整洁就行 因为啥呢 我上学的时候 曾经极度追求过埋态 就是我青春期那会儿的发型 那个刘海 几乎就不是我们家族的成员 没人见过我那深邃的眼神 就让我用那个拉直电脚板夹的是有棱有角 就有点像那个低头姿劣质的3D游戏里边 那个小杰的头发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这样一个名言 不都说眼睛是心灵的门窗吗 我认为 刘海就是人心灵的门帘子 但是奈何呢 刘海当时留的比较长 要保持他 我还得克服种种困难 就包括上北市场王姐摊位 去吃酸辣粉的时候 我的刘海经常泡到汤里 一下午啊 老素刘海就那么轻浮着我的脸庞 反正不管大家怎么看我 当时我自己内心里边自己 永远是夕阳迂回下 那个背对着大家的忧郁的八神 那个时候出去做尖操上体育课 我们的体操动作永远是敷衍的 勾了个背 目光呆滞 斜是地面45度角方向 手脚都伸不直 还慢半盘 像极了康复中心里边放弃康复的人 本来是这样的吗 这样的吗 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事的 要知道做尖操的时候 动作太标准 那是要给我们障碍家族丢脸的 我们最标准的动作和节拍 只能留给金武团 所以后来懂事之后 像被雷劈了一样 一下就劈醒了 血洗前耻 我就极度追求感情维生的造型 扯远了 我说几个我个人在日本理发 遇到的问题 首先就是价格 非常贵 东京人均就是四五千日元 两三百人民币就一套席卷吹 而且我的话 大多数情况还是个男的给你服务 当然就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玩意儿 你要是稍微嘚瑟一点 去什么青山表参道 那七八百根本也挡不住 我身边倒是也有经常去表参道 青山去理发的人 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你只要自己不主动显摆 谁都不知道 你那是表参道捡的 表参道是一个东京的地名 就是贵 让人比较心生向往那么一条街 还有就是预约 日本的理发店 是百分之百都需要预约的 你不能直接冲进去 这是日本人的习惯 而且就算你预约了 到了那大概率你还是要等 完了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吻 哎呀 服了 填表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那家店的话 它大概率会让你填写一个表 就跟那个市役所办行政手续 就是一样的 填写你的年龄性别地质 你平时在哪里理发 你咋知道的我们店等等等等 我在这列举一个 他们网上找到的经常有的例子 姓名 我理个发还得告诉你我真实姓名是吧 来我们店的理由动机 因为我头发长了 对理发店的要求能理发 对于头发的烦恼太长了 你应该能看出来 希望的服务菜单理发 预约的时候 我他妈不是在网上都选了吗 希望的用时 如果我可以决定的话 一秒 平时常读的杂志 就是便利店最角落 算了你们没有 你们以前干理发之前是怎么的 在日本政务大厅工作 还是说在警示厅里边负责给人录口供 洗头 咋说反正我的情况 我去理发店的时候 每次都是先早上洗完头再去 否则 我不认为我脑子上这个味道 你们可以扛得住哪 洗两次头发跟枯草似的 反正我不说了 大概率还是个男的给我服务 整块白布盖你脸上 有种要被送走的感觉 反正一顿脸口带脑 时不时还问你 舒服吗 痒吗 小哥们恕我之前 我觉得怪怪的 尬聊 你们都应该能看出来 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比较缅甸 生来就不愿意尬聊 而且我发现大部分情况下 你跟这个托尼聊天 他是个无用社交 因为你们俩根本就不会有接下来的发展 而且我怀疑他这个每次都是套话 今天天气真好 哥在哪发财 哥住哪 哥发质不错 一开始我还能应付 但是我后来想总这样你反复你车步的话来回说比较乏味是吧 我就开始搅和着聊 你看我像猪脑的 你看我像多大 你看我像干啥的 我哪个部位气质像切顿的 我就算是我上了我也是点大勺的 大厨 廖旅长 你给我保密 我是月球移民办的 太空移民啥子已经纳入联合国计划了 我就是负责审批和落实发放月球户口的 以后我先给你们也安排一个 佐藤国际发役月球旗舰店 那多带劲呢 我呀 我的工作 我是忍者 一半都是晚上工作 我现在主要就是接一个安保类的工作 暗中保护个大哥啥的 随叫随到 偶尔也接个报酬按啥 我瞅你好像有点不信的 咋的 不像吗 你不能看我的肚子 我是最近才胖的 确实最近身手大不如以前了 前两天晚上飞烟走壁的时候 给人放点瓦片全踩碎了 他在给人房顶整个踩踏 赔不好钱 现在还10公年 就是把气氛一下拉到冰点 开玩笑了 说个真实的关于尬聊的事 前两天有个日本托尼 他是个原神中度粉丝 他给我摁在那整整讲了半个小时米哈游 最后我领导告诉他 我妈是个中国人 我用你给我德布这些 杂志 手机 大概率理发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看杂志 你也可以玩手机 现在大豆粉都断袖子 但是它有个bug 就是你不管拿起的是手机还是杂志 它全都是头发杂志 不适合观赏 还有就是减的慢 慢减 我不知道咋的 你们这个是按公时给钱 蹭市场 我每次都跟他说 你大大方方你有点自信 你这你效率才能上去 你太能沉得住气了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不染发 不烫头 也不做任何保养 我也不给头发生 度个膜 做个大包围啥的不做 所以这里边很多的服务环节 对我来说就是个浪费 这次QBhouse给我的体验 就是他把所有他认为不需要的环节都去掉了 之所以这么设计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给商务人士准备的 时间紧 需求简单 在上半路上午休时间都可以去 所以他们一开始战略 就都是开在办公楼电池站附近 有几个点我非常喜欢 首先不用预约 这个太好了 直接冲 他那门口有个指示灯 什么红灯黄灯 就是告诉你大概你多久能轮上 另外不洗头 他不给你洗头 他理完发是用一个像吸尘器一样的东西 把你身上头发炸全吸走 这个过程非常舒服 比吹的要干净 因为吹是什么 把那个东西吹散 它还是会漏到你身上 或者是脸上会打 它是吸 它吸走那个地方就没有头发 它一定是比吹干净 还有极简沟通 它不跟你落没用的 它就直接简单明了的问你要啥 是咱就说你把什么照片杂志上面 那些明清的发型给他看 你看咱哪一眼像人家 很多时候是人家的颜值 拖起了人家那个发型 而不是说他那个发型给颜值加分了 没有杂志 也不能看手机 客人正对的前面有个屏幕电视 那个上面就轮播新闻天气一暴啥的 看那就行 晚上也不尬聊 除非迫不得已 这个理发师是不会主动跟你说话的 这个对社恐来说极其友好 而且你根本也不需要看什么 它一共就10分钟 非常快 我去的这次是等了5分钟 然后10分钟剪完 从长毛怪到帅呆小伙 一共就15分钟 而且它快而不草 它每个部分都会跟你亲人一下 现在日本男女老少 越来越多人接受它 喜欢它 对我来说 QB号这次给我提供的最大价值 时间 我在理发上付出的时间 至少降到了5分之一 正常我预约的时候 就已经很费时间了 打开软件 找到上一次你预约的那个店 有很多时候它满了 它预约不上 找一个新的店 你还要看它在哪 很多地方还不是在车站附近 在小巷子里不好找 你还要特意为了这件事情 去 那一天或者半天就废了 你幻想它整个这个过程 如果把所有不需要的环节去掉 对我来说进化部分 我也觉得也就是这些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日本 那么多大的网红 有钱人都开始用这种快捡服务 对有一些人来说 发型不是很重要 干净整洁即可 他们认为这件事情 在他们生活当中 也不应该占据太多的时间 时间太重要了 就像扎克伯格乔布斯 他们为什么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 就是他们认为 在自己认为不重要的时间 和事情上面的 花费的时间不应该太多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 如果你在整个理发的过程当中 托尼给你的这些服务 和他跟你尬聊的这个过程 你很享受 你能体验到幸福 那么反而对这种人来说 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QBIO这家公司 在日本现在有六七百家店 发展非常快 最近有越来越的都网红过去打卡介绍 话题已经更高了 而且它这个地方是充分利用到了吸尘剂这个东西 它地上不是有头发吗 它没有小工去扫 就是理发师他自己扫 角落有一个洞 他把所有头发都聚齐到那个洞的时候 他就给它吸走了 非常高效 而且这家店特别好的是 它没有收音台 也没有人推荐你办卡 进去之后直接就圈机买票 无人的拿着号等叫 最近很多商业机构分析他们这个公司 他们虽然是低价跑量的 但是他们更赚钱一个小时减一个人的话就是5000日元 那么他一个小时产出的单价可能连5000日元都没有 但是他们这个一直排队一个人1200 如果一个小时满的话 那么一个小时就是7200日元 而且他客人一直不间断 你说哪能赚钱 因为他们的特性啊 他们平时上下班时间和午休时间几乎就是爆满状态 这就是垂直细分商业化 就是他们只是把美发沙龙里 众多菜单里边的一个理发 这一个菜单拿出来 然后做到极简高效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和发现 在日本的朋友们 我真心推荐你们去 性价比之王 理发界里的优衣库 好 今天的分享视频就到这儿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 关于日本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弹幕留言 先告诉我 爱你们